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红磚加泰河 这个崇杰街崇智街里面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都来过 十几年前了 可能十几年都没来过 整个组 750万 这个嘉宾的reception 处 超级长城月珠 什么时候买入来 就说是1977年的时候 买入价是17.2万 什么款式呢 上次要带电筒去看货 因为日后的时候关灯了 完全黑暗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开门 大家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面带你走进来 现在真的要带电筒看电筒 要用手机才够光 用另一部电筒的时候 全都黑暗 大家看到了 就知道是不是这家电筒 成交了750万 这里看着 崇宇大厦 崇杰美食街 嘉泰河 日本料理 不带一战 看看里面是不是关灯了 隐瞎 好 看着这儿 红磯加泰河街 整个加泰河 上这儿 看着这儿 好 看着这儿 困惑景 这里里面 全部加泰河 也有旅行团 然后是出出入陷 可在这里 好 看着楼上 原來是黑曬 這次拍著就是這個支客部 這次仍然要帶這個電筒來看破 出來後面會亮一點 你會看得到 超級黑的 現在面會亮一點 說的是紅磡加泰學 其中一間支客部 就成交了750萬 建築美積60呎門 闊闊大概19呎 深的時候大概20呎 你見到主紮成交了750萬 建議了 原本租金22000元 到2023年12月 疫情期間可惜減租到15000元 所以現在回報是2.4厘 加泰學這間店之前我看過很多次了 已經在樓上 有時候開有時候不開 你知道疫情期間還要帶電筒來看 進去太黑了 完全看不到我的樣子 用我做手機 用另一部電筒進來看 我講的是這個支客部 這個支客部 平時開了門的照片 大家看到了 總之給你轉過去看 整個道理上就是加泰學家 現在就用大電筒來看報 很可憐 現在是晚上的 不是晚上的 5點46分 就是這個支客部 這裡讀資料廳的時候 店舖租進來 說真的 除了加泰學租以外 如果大家試過不租 真的不知道要找誰租 但是750萬就便宜了 一分錢一分貨 只要加泰學肯租租就賺錢了 但這裡原本業主 1977年的時候 就用172000元買進來 早上加泰學 現在是樓齡48年 這裡不會重建 如果你要做什麼 你猜是否要股價處 2點這回報就賣5元左右 就搞定了 OK的 不過就只是說 糟糕了 縮進來國行裡的時候 除了加泰學租 不知道要找誰租 所以要感覺 為什麼整條崇建街 真的比較旺 要出來嗎 今天看看 在這裡的崇建街 全部都比較旺 全部的店舖 都是千頭萬 112345萬 每一間市井的餐廳 但是這一間的加泰 就完全不是這間 這邊就沒問題 不租就找另一個租 但是那邊的加泰學 就完全是一個死位 再看一次 這裡就完全黑暗 這間店裡面 750萬 一分數一分貨 感覺呢 如果真的要給我分數 五分六十分 一分數一分 真的不會結婚 放一分 放一放一放 逐足就賺錢 一個6.5分位 一個6.5分位 因為始終都夠大件 那就是750萬 這間店 要飲食 告訴別人 要加泰的間店也很威風 最後呢 三浦基金 我們來這季 再集資6000萬港幣 兩星期一有個Zoom 鏡頭就加入我們的Zoom 4月21日就截止了 那麼 閘道市 買了這間店 買了其他店 那些店 謝謝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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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 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